大家看到了这几张照片吧 这是我全家的合影 分了几个时期 中间那是我奶奶 那是我父亲 这边是我母亲 然后就是这张 穿黄衣服的小姑娘 那是我的女儿了 现在已经也33岁了 脸上还当时摔了一块 我的印象很深 感谢大家和我一起 分享我的照片 我是杜旭东 欢迎杜老师 欢迎杜老师 这个我跟杜老师 这个眼睛 像不像啊 我这眼睛好像 比你还大点吧 太棒了 你说得我太没自信了 眼睛小不是缺点 是吗 您快跟他说说 古代人啊 一般来讲 尤其是女孩 就有单眼皮 那是美女 叫单凤眼 你看林黛玉 他那时候 他就是单眼皮 眼睛并不大 单身那个 长得清秀漂亮 对 所以哥古代 我这就嫁不出去 基本上 你哥古代 你得想办法 把那串起来 这美的 知道吗 不是你得想办法 拉出一个来 你得给他抹下去 对 今天其实杜老师来啊 这一上来 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而且您今天一来 您就创了我们一个知最 就是我们一般的嘉宾 要找一张老照片 放在我们一开始 其实都挺难的 没错 对吧 但您今天一上来 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张老照片 您创了一只最 是 而且是不同时期的 确实我都保存着 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得 好好来看一看我们杜老师 珍唐的这本相册 我们一起来走进杜老师的生活 杜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 对 不同年代 照片档案 这标注得特别好啊 然后你看侧面包括也有这个字条 生活照片一 这是您平时就是这么细致啊 还是这是专门花功夫整理的 对 就这么细致 就这么细致 因为我过去也是做过美术编辑 您是什么时候到的部队啊 72年 72年 小的时候在河北邦的剧团是学员 完了之后呢 他们也是为了部队的演出队啊 什么的争一些文艺兵 我被他们挑走 就这样 就成了文艺兵了 对 文艺兵 看这个老师的照片里 很多都是穿军装的 基本上 他们都有军装照 对 它有一个过程 我当了一个多月的陆军 陆军啊 您最开始是陆军 让陆军的部队给挑走 挑走之后呢 海军又到我们那边去争兵 也跟我协商 就是又把我弄到海军来了 因为当时海军这说是 在北京 您的照片能看到 我们海军军装的这个变更 对 您是不是也觉得 那时候穿上军装特别帅 所以换一身新的军装 都得要拍张照 都得拍个照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当兵 那时候觉得这个 就刚才那个陆军的 那个红领章 红帽灰 哎呀 太羡慕人家了 就是觉得解放军又伟大 又精神 又帅气 就是我就说 我就自己想 什么时候我能够 穿上军装 戴上领章帽灰 果然那个机会就非常好 就是72年 正好咱们挑这个文艺兵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有点冒昧啊 没想到 我觉得就是看您小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 这张小的时候 对 好像 这个上面写着五岁 五岁 你看它背面都有字 对 五岁 好像小的时候 您这个嘴和我们 后来看您这个习惯的 这个形象 好像不是特别的一样 就你敢问这个问题 没关系 这个事我都可以说的 这张照片五岁 那时候我还没歪那嘴 七岁的时候 这个从那个二楼楼梯上 那时候那时候木头楼梯啊 木楼梯往下滑 掉下来之后把嘴给摔歪了 就在咱们天津的住的院 住了三个月 把一块骨头弄没了 本来过去小的时候 两个酒了 剩了一个了 一个酒了 那您后来自己特别在意这件事吗 因为你觉得嘴摔歪了 当然是啊 你这个年轻的时候 你还得找媳妇 再难看的女孩子 她也不想找你 就是 是吧 你这歪嘴歪厉害的 一般谁看她 但是可能也正是这么一个 小小的机缘 让大家觉得 可能今天我们看到杜老师 才是如此生动啊 塑造这么多的形象 有特点吗 让人能够激 所以你知道 我跟杜老师这么有缘 眼睛也一样的小 为什么我没演过反派 我演反派不火 你没摔过 是吗 对 可能差这一下 差这一下